与这个285条传染花柳病麻风病这条 那我们上次应该是把这个 剧中都最讲完了 那再来我们来看两个条文是285跟286 好这两个条文呢 在这个章节里面就没有那么困难的啦 那285条要特别留意的是说 条文的规定是说 明知自己有花柳病或麻风 然后隐瞒而与他人为猥亵之行为或奸淫 那致传染于忍者 那这个条文一看就觉得说 他其实很久了啦 他一直都没有一个修定啦 那这样这个比较有点废除化的倾向 所以其实大家就摆着也没有很去管他这样 那为什么说他很久 你看那个花柳病的部分 所谓第一个我们先来看这个 本罪的行为主体 他是说也有花柳病或麻风病之人为献 可是这个花柳病他其实就是性病的一个总称啦 那他并不是专止花柳病喔 比如说什么 霉毒啊 灵病啊 这些通通都算 那如果你有这样的性病呢 隐瞒然后跟他人为性行为 然后传染给别人的话 是会呃成立这条罪的 那艾滋病的部分呢不算了 为什么因为呃在呃医学上 他们认为这两个的那个病的方 那个呃我不知道应该讲太一样嘛 是不相同的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那个 艾滋病的部分有专门的法律 就是这个后天免疫失调 blablabla症祸群什么的 那一条来呃专门的规范 好所以我们也不会用到这个 因为他是特别刑法的部分 我以前就有一个当事人 他就是呃艾滋病患 然后就被呃告那个 他传染那个 艾滋病给其他 也不是传染啦 应该是说他明知自己有艾滋病 然后跟别人发生性行为 然后没有告诉那一些人 好不过呢呃因为他们那个比较特别 就是他虽然是被告 但问题是很 那那时候我就说 那那就先验吧先验 比如因为我当事人假设是A好了 那后面又有一到十个 跟他有发生性行为的人 那后面就发现他自己得了艾滋病嘛 那这些人里面就有人来告他说 他是明知自己有性 呃艾滋病 然后跟他们发生性行为 可是这后来啊 这十个人里面 可能有六七个人也有艾滋病 所以就很难去证明说 到底是谁传染给谁的 所以那个案子就 也是比较麻烦 那他就不是 不是在告这个285条 为什么 因为他的那个性病 他不是这个花柳病啊 梅毒啊 他是艾滋病 艾滋病是有专门的规范的 好 那行为的方式 这个地方首先要注意 就第一个 你必须是隐瞒 然后没有让人家窒息说 你有患有这些病 好 因为呢 就算你患了性病好了 如果对方同意跟你发生性行为 可不可以 当然是可以啊 那这里我们说 会去处罚的是说 你明知道自己有病 然后你还故意不告诉别人 好 那另外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 如果你是隐瞒 而与他人呢 为猥亵呢 或这个 经营行为呢 就可以成立本罪了 那这个隐瞒的对象呢 是包含了谁 包含了这个配偶在内的 好不已呢 同性之间呢 或者是异性之间 有任何的限制都是一样的 为什么这特别说是包含了那个配偶 因为 以前曾经有同学问过 他说 可是夫妻有履行同居义务啊 那这样子他有性病 我就不用跟他履行同居义务嘛 没有错齁 除非是 你不知情的情 就是说 如果他隐瞒了 好那你还跟他发生性行为 你还是一样可以主张这个285条 尽管你们是配偶 尽管你们本来有同居义务 因为他毕竟他是身上是有那个疾病的嘛 好 那为什么还有说这条很旧 第二个原因就是 你看这条文的 规范 他是说 隐瞒与他人为猥亵或奸淫行为 那奸淫跟我们第十条第五项所称的性交相不相同 没有不相同 好我们在讲性交的时候就有跟大家提过 性交呢 他是很广泛的 就是以性器进入他人 性器肛门啊 口腔啊 性器以外的其他器物啊 或身体不会进入他人的性器肛门 通通都算 但是呢 建议很限于呢 这个男性性器进入女性的性器 好非常的狭隘啦 所以这条呢 跟时代有点不合了 好 那但是 也有可能是立法者的有意保留啦 他可能也不想去修订了 因为有没有必要去 保护这样的行为呢 这个可能也是有值得考虑 那另外呢 本罪是一个结果犯 因为你看条文 他是说要致传染于人 好如果没有传染于人的话 那就不会构成本罪喔 好 所以这个条文蛮简单的 就是带大家看一下而已 那再来是 286条 好 这个286条呢 他其实有修订啦 如果你现在手边有旧的法条 你可以看一下 现在286条呢 他是说 对于未满16岁之人 那以前呢 是说对于未满16岁的男女 好他们把他从呢 这个课题呢 从男女呢 修订为人 然后他说呢 施以灵虐 或以呢 他法 如以呢 防害其身心之健全 好 或发育者 然后呢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然后呢 第二项是增加了这个盈利的部分 如果是意图盈利呢 来犯这条罪的 犯前上之罪的话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然后呢 可以并科300万元以下法径 好 那这个地方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灵虐的这个部分呢 灵虐呢 是指说呢 这个灵虐虐待啦 非人道的待遇啊 那不管是积极的殴打啦 还是消极的不让他就医啊 不让他吃饭啊 这些通通都算了啦 好那另外呢 本罪呢 有认为是属于什么 集合犯 好那集合犯还记得吗 我们那时候有讨论过啊 比如说收贿算不算是集合犯呢 吸毒算不算集合犯 都曾经觉得是集合犯 但后来都 食物件也都变更 都说那个不是集合犯 好但是呢 这个妨碍幼童发育 目前好像还是多数认为是集合犯 那是集合犯跟不是集合犯 它在哪里 集合犯我们通常就认定是什么 一行为因为他要反复实施的特性 好他法就是灵虐以外的其他的 防害其呢自然发育的行为 有一些比较没有良心的那个人口贩子 他会把就是小朋友抓来之后 就是让他断手断脚 或者是把他身体呢 就有点像以前裹小脚这样 把他身体呢 比如说绑起来啊 不让他发育啊 那因为这样看起来比较可怜 才可以乞讨到比较多的钱 好所以这就是他法啦 好灵虐以外的其他方法呢 妨碍其自然发育的 那客体喔 这个只要是人 那未满16岁之人 好是不是呢已经结婚呢在所不问 那为什么会讲到已经结婚在所不问 因为我们大家有会看到其他条件 有时候我们会陷于呢 已婚或未婚 为什么会有这个限制 因为如果那个行为呢 跟他的那个婚姻关系 跟他的性质有有关的 好可能就会跟那个结婚 已婚未婚有所关 那本罪是没有影响 那结果呢就是要妨碍身体的自然发育 比如说无法正常成长啊 变形啊脊椎弯曲啊等等 那修法的这个地方呢 请你要特别注意就是 第一个我们把课题修订为人啊 避免这个男女的这个 有时候现在性别的认同 比较多的选项嘛 所以我们就不限于这个男跟女啊 就有比较多的选项 就直接把他规范为人 好那另外呢本罪的成立呢 不以妨碍幼童的身体发育 自然发育的结果 不以妨碍这个结果 发生了为必要 只要是足以妨碍他的身心健全 跟发育就够了 所以最后实际上他到底有没有妨碍 那这个我们不管 只要是有妨碍之余就够了 你做了这个行为就可以了 好那第二项的这个部分 有一个罚定型啊 罚金型的这个 罚金的这些变更 这个我们就看 参考一下就可以了 好这个是关于呢 呃伤害最伤的部分的条文 那稍微 我们还要一起来看一下的是 这个实力题的部分 我们呃上一次呢 只有看了这个遗弃最脏的部分 生命跟伤害还没看齁 请你看到第六实验 第一题92年律师第三题这一题 好这一题其实有点像在考静和啦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渔船呢 船东甲好 雇用乙呢 在最近一年内呢 分三 呃有三次分别以十二万的代价 从台湾呢 载运呢 因为犯罪呢 而被通缉的人犯丙丁雾 偷渡到广东沿海一带 那最近一次呢 则是从沿岸 呃对岸 载运呢 多名呢 这个女子偷渡到台湾上岸 那接近岸边呢 约五百公尺处 遇海巡呢 这个快艇查器 他就匆忙的掉头 为求脱逃 甲乙两个人呢 不管偷渡的女子是否会游泳 就紧急呢 把船上的女子呢 全部推落海中 那虽然经过呢 这个海巡的这个快艇 把他们七个人救起来 但是还是有三个人呢 不幸溺斃 问甲乙两个人的刑事责任如何 那又 案件判决的时候呢 没有发现 对 对 对